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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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这个名字不太好 要不我叫你阿秋 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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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一打喷嚏就能想到你 还真没人这样叫过我 那就叫我阿秋 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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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的吗 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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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简直就是眼疾手快 是个修真奇才 不比某些人根基差呀 真的 当然了 你又没听到什么声音 当然了 青原派 哪谁 金面狐狸呢 你们还好意思说 那个卢走书生的 根本就不是金面狐狸 只是一只小仓鼠而已 害我们白跑一趟 折腾老半天 说吧 这个来去的盘缠和补偿 该怎么算 不算 算了算了 看在大家都是 修真人的份上 我就放过你们 咱们从此两亲 是是是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 感谢我的话呢 就不用说了 反倒是我要感谢你们 也多亏了你们的初心 我才能够拯救那些书生 拯救了无数的家庭 我替他们谢谢你们 走了啊 拜拜 这什么队友好像不对啊 我对你个头 我告诉你啊 我爷俩把话撂这儿了 你们今晚金面狐狸交不出来 你们几个谁都不要离开 你说的是仓鼠经吗 管你什么经呢 你们一开始 是不是要把金面狐狸 交给我们 看到狐狸了吗 没看到啊 为什么没看到呢 他没给我们啊 说到做不到 我们检查什么 不靠谱 告诉你们 你们清元派 现在就是整个 修真剑的 大笑话 大笑话 还有你们那个修炼了百十来年 也没什么成绩那个师傅 还想这振兴清元派 真是让我们修真剑 一笑大方啊 想什么呢 抓不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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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我店里大呼小叫 你又是 二位顾客 你们排队的号码是多少 你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上来捐号码 没有 在我云莱楼指认号码 你 放肆 我们天音宫 那是修身剑第一大门牌 没号码就滚 送客 走 快走 走 你出家了 走 一会儿你 你一会儿你 你一会儿你一会儿 总有给你三天时间 抓不到几名狐狸 我们走着抢 走着抢 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一会儿在催什么你 干什么你 干什么 干什么 你 你给我等着 老板娘 你可真是太好了 人美心善哪 蝴蝶公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邱公子的朋友更是我的朋友 你也认识他 大名鼎鼎到七月连锁客栈 老板邱月白 谁不认识 他可是云莱镇 最抢手的傅家俊公子啊 阿秋 一年纪轻轻就当上老板 真是厉害 澹澹你别笑话我 只是一点产业 澹澹姑娘好福气啊 不仅能有这么好的师兄 还能交到秋公子这样的朋友 他们俩怎么这么奇怪啊 小二 带三位贵客上楼 好嘞 三位客官 这边请 我们就一块走吧 叮 三天 抓不到金面狐里 他们真去为难师父怎么办 都怪你崔汤圆 没说乱答应什么呀 你不也答应啊 这我能跟你一样吗 你是木白真人一言九鼎 不过你答应得这么快 是不是有把握 抓到金面狐里啊 没有啊 你 那你为什么答应 那你又为什么答应 我 我身为清源之光 怎么能让清源派 因为我而名誉受损 师父这些年 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 但我知道 他还是因为清源派的末落 而感到很内疚 我作为正派的清源之光 和师父的不孝弟子 自然不能让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 伤害清源派和师父 没想到我们前后两任 清源之光 居然也有志向相投的时候 他好像也没有之前 想的那样讨厌 那你说吧 该怎么办 毕竟线索又断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说 我们要是真抓不到 金面狐狸 天音宫会不会去 为难师父啊 你赵坦坦也会没信心 放心吧 你抓不到 还有我呢 休想 我一定会亲手抓到他 证明我赵坦坦的实力 好 崔丘 坦坦 开门啊 是阿秋 上菜 阿秋 这是 为了感谢你和崔兄的救命之恩 乡村小店 粗产淡饭 不准敬意 举手之劳 秋兄何必那么破灰 天色也不早了 不如我们 好吃 好吃 我终于不用再吃云莱炉的饭了 这是我从云州找来的厨子 特意为你做的 崔兄你也尝尝 看合不合口味 好 我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好 我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好 喝你口味吗 喝 非常喝 师兄 来 吃一个 你们是 他 我们清元派的穆白真人 我一个小小修仙者 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个不是我说的 我还以为你们是 是什么 我听说你们清元派 百年来都不问世事 不轻易下山 那这次你和崔兄下山 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这次下山啊 门派机密 不方便告知 对 对 对 门派机密 不方便告知 真是太好吃了 坦坦姑娘是我看过 最可爱的女孩子 一定很多人追求你吧 追求 好 我赵坦坦此生的追求 就是光大清元派 成为清元之光 谁要是敢阻拦我的话 他 方也松到了 你到了云莱镇也安全了 要不请回吧 你干吗啊 乔 我想请坦坦姑娘 收我为徒 你要拜我为师 你要拜她为师 自从上回坦坦姑娘 跟苍蜀经一番精彩大战之后 我就深深被你折服 刚刚听到你的高谈阔论 我就决定了 我要拜你为师 我要成为真正的修真之人 真的吗 对 真的吗 对 看到了没 有人仰慕我的才华 准备拜我为师 他就是一个刚刚注击的修真掌 他能教你个啥 崔汤圆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无妨 我想修真的本意是修心 法术可以再练 但像坦坦姑娘这样的为人 实在是难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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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冷笑 我赵坦坦的本事 不说是在清原派 就是放在修真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吧 那坦坦你的意下如何 嗯 这个 嗯 这个 这 怎么了 我刚刚听到声音 哎 嗯 天色不早了 秋勤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不是 那我拜师的是 我们清原派呢 有自己的收徒标准 不送 不不 等等 呃 这个事出突然咱们再商量商量 毕竟你挺重要的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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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坦坦 坦坦 哎 干嘛呢你啊 你不能收他为徒 凭什么呀 他这个人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哎 长得比你帅 脾气比你好 就是问题吗 你看看你的格局 我怀疑他隐藏了凌链 证据呢 修真诚的地路感 我这个未来徒弟啊 准备的大餐可真是好吃 不像我以前收的某些徒弟 不仅不孝顺 还骗我 不过 我赵坦坦此生只准备收一个徒 你要是再叫我一声师傅的话 我就考虑不收秋月白为徒了 怎么样 崔师兄 咱们 我 你 zumindest你 你 我 你 看你 我 我 我 你 看你 我 你 你 我 我旧手 我偏手 对 对不起啊 我不能收你为徒 是 是怎么了 是我做错了还是 我得罪崔兄了 对对对 都不是都不是 跟你没有关系 是我的原因 崔唐元说得没错 我还没到金丹七 按照我们清源派的规矩 我是不能收徒弟的 还有那个崔唐元 你别理他 他那个人就那样 脸臭 没事 我才不理他呢 来 师傅 明明喝杯茶 别叫我师傅 师傅 其实我可以等 只要师傅你 能让我跟着你就行 来 师傅 喝茶 都说了别叫我师傅 我只是一个 刚住基的小菜鸟 我担不起这名 你还是叫我坦坦吧 坦坦 再说了 你一直跟着我的话 你的连锁客栈不用管了 我做事情不用天天在屋里做 再说了 跟着师傅 坦坦 我们四处有力的时候 我刚好可以看一下 七叶客栈的情况 你们七叶客栈 是全国哪儿都有吗 几乎都有 而且以后我们四处有力的时候 还有地方可以住 再说了 七叶客栈来往的人多 我们方便打探消息啊 那你知道七叶莲吗 好像略有耳闻 实不像马哈 我这一次呢 是为了寻找七叶莲的莲子 既然你的七叶客栈这么有名的话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莲子啊 这可 应该没问题 那 咱们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啊 好 太好了 明天可以背着崔汤圆偷偷上了 师傅 那个 崔兄不是跟你一起的吗 谁跟他一起啊 你是不是在偷听我们说话啊 机灵狐狸 机灵狐狸出现了吗 正好 这两天把他抓到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我怎么听说 有人想带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 去找清源派的振派之宝 说你偷听人说话你还不承认 崔兄说这句话是在怀疑我 对 我就是怀疑你 我这个小师妹呢刚下山 分不清楚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没下过山 还不知道坏人 你 坏人 阿秋 好人 不是面若冰霜就是冷笑 木白真人了不起啊 总觉得别人不容你聪明 我偏要带阿秋去找莲子 你带他还不如带我 那你呀 你能干吗 阿秋能帮我找莲子 你可以吗 我问你啊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 能够精确定位莲子的人 这个人有没有可能 就是七叶莲的守护者 师兄 要不咱进去喝一杯茶聊一聊呗 来 走吧 走 走 师兄 请喝茶 好嘞 小心烫 好 好了 师兄啊 你说 我们找到莲子之后 算谁的呢 我 我 我知道了 像师兄你这样品德高尚的人 一定会谦让小师妹 把莲子让给小师妹我的 看你表现 以后找到莲子 当然是以后才说了 师兄 你这个找莲子的定位 到底有多精确呢 你现在是不是感受到 莲子的气息从四面八方而来 你吃蒜了吧 你嘴里有股蒜味 滚 这样吧 我利用七叶客栈 来寻找莲子的大概方位 到时候麻烦翠兄 再找到确切的位置 对啊 你俩怎么会这么配啊 来 来 我宣布 从今天起 你俩原地所死了 以后呢 我们就是寻找莲子的 黄金搭档 一起上路 来 你不要一起跟着的 快点 等我们找到金面狐狸之后 上路吧 干死 真是好久没吃过这么饱呢 崔兄这是干嘛 你一路跟着我们 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自然失败坦坦为师啊 真的 你信吗 声音这么小 在说什么呢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我自然除了拜师 还有其他小犯 你觉得自己有机会吗 难道是你们修真之人 不能动情 还是你清元派 不能婚嫁 还是你也懂了情 他们俩不是不对付的吗 那咱一起密谋什么呢 难不成 师兄是要背着我抢徒弟 九月白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机会是自己把握的 各定本事 师兄 可以呀 师兄 什么意思 我都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不会跟师父说的 坦坦 崔兄 早二位 早 阿乔 好 来 你坐这儿 跟我吧 来 坐 坐 来 跟他 好 这简直比昨天还要让人欲罢不能 不过 怎么能没有人啊 我把云莱楼包下来了 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就随便给你准备了一些 都喜欢 都喜欢 崔兄怎么不吃啊 我准备的不合你口味吗 不 你呀 就别挣扎了 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 怎么 你想成仙 好 怎么 怎么讲成这烤鸡啊 我没有啊 这只烤鸡可不是吃的 我想请二位帮个小忙 宣传一下这只烤鸡 宣传 当然可以 他俩的事情我说了算 不过 可不能不白宣传啊 只要蝴蝶公子和邱公子 能够帮我宣传这只烤鸡 你们三位终身免费入众 开始吧 狐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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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不就是在仓鼠洞做小饼干的那个吗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下中壮 对对对 这个 你们这是在干吗 还有你们这口号怎么回事 你 说好的自立更生努力奋斗呢 我是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奋斗啊 那日有幸受到姑娘教诲 在下终于想明白了 媚眼 一定要抛给懂得欣赏美的人看 金面狐狸哥哥最懂我了 好 你抛你的媚眼 做你的小饼干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也想被金面狐狸哥哥带回家呀 你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 那个根本就不是金面狐狸 而且不是已经被我赶跑了吗 我们坚信 不管是狐狸哥哥还是仓鼠精 哥哥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带我们回家 看到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金面狐狸 怕是要被他们给气死 一点儿脾胃都没有 我真是替那个真正的金面狐狸可怜哪 可怜这世道人人好意无聊想走捷径 可做事失败可以重来 做人失败可就没救了 阿秋 你不愧是成功人士 说得好 什么好 拿好了 我还要看情况 不是人人都值得帮 也不是人人都不值得帮 像有些不失实物的人 就不应该多费心 崔兄说得是 毕竟你们曾经帮过我 我这样算不算是实物 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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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真金面狐狸将于今晚 在云莱镇广场上 召开成亲发布会 真是打瞌睡送枕头 得了全部费功夫啊 秋兄啊 抓金面狐狸呢 是我们修真人的事 就不麻烦你们了 虽然我不会法术 但也对世道运转 料若执掌 可以尽绵薄之力 好啊 那希望你的绵薄之力 能让我刮目相看喽 你俩聊什么呢 赶紧走 快去占位置 走走走走 快 判判真可爱啊 你说是不是 安嘚 快去火了 哦 对 啊 Exec日 别耽误了 你怎么了 以后有花箱也来了 没事 有我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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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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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目不定 听说镇上有人冒充我 以后谁要再敢污蔑我 我定饶不了他 都听懂了吗 这个动作好熟悉啊 还不快给我滚 狐狸姐姐带我们回家吧 狐狸姐姐 对 带我们回家 带我们回家 带狐狸姐姐 狐狸姐姐 你们这些人 有手有脚 大吼年华 居然只想依附一只狐狸狗托 你们不是想跟我走吗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这是 心灭狐狸 听过九五两一 这八维股还是第一次见过 真是浪费了个时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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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招 谈谈 你拉了 难道是她 真美 对吧 我最喜欢你了 你最喜欢谁啊 你 你们 要看什么 金面狐狸 你可让我们好找嘛 姑娘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别装了 非得要我把你打出原形 你才肯承认是吗 我的镜子 你看这是什么 你要干什么 镜子对我很重要还给我 不干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个镜子挺精致的 摔碎的声音应该挺好听的 我们大家不要灰心丧气 一定要坚持到狐狸姐姐 愿意接纳我们 狐狸姐姐 我们等你 我们等你 狐狸姐姐 狐狸姐姐 大马上的扰迷 吵什么吵 她能快跟我说说 那金面狐狸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师妹看到啊 多亏了有我在 不然就是一桩人间惨案呢 就她那八条尾巴 张牙舞爪甩来甩去 那金面狐狸突然从天而降 一个挥手 就把摧荡元首的空中 我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 拎在半空中 本女侠是不是很厉害啊 师妹真是越来越能吹翻了 我就用了一成功力 就把那狐狸打惨了 我在现场就好了 就可以看到 谭她有多厉害了 然后呢 她知道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就使出了看家本来 那我是谁 能被她吓到 立马拿出疏妖绳 将她捆了起来 哼 还要不是多亏我救了她 邱导人小心 制服了金面狐狸 才知道她也有难言之言 其实我有一个爱人 怎难她失踪了 我如此高调地开餐厅做宣传 就是希望有一天 她能主动来找我 你走吧 还有这个还你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经过就是这么个经过 原来这金面狐狸 是原来骆老板啊 现在金面狐狸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此地不宜久留 那未来师父 未来师伯 暂且先在这边住下 我叫莫言去找莲子了 很快就有消息 真的吗 真的 那太好了 谢谢阿秋 应该的 我忘记了 对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